然後呢是我剛剛寫的公式 好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呢 假設我們現在做冷卻的話 什麼叫冷卻 狀態1 狀態2 什麼叫狀態2 你想看看 剛剛一開始的狀態1是什麼 把這個圖畫一下 炒掉 好 狀態1是裡頭的詞舉 亂七八糟的 對不對 這叫狀態1 狀態2是什麼 就是排起來的 這叫狀態2 好 所以呢 我剛剛畫反了 這個是3比較小的對不對 這應該是1 這應該是2 反過來 畫反了 然後這個是2 這是1 好 今天我外加來的磁場 我本來是在這個狀態2 外加一個上面的狀態1 然後呢 冷卻之後 我把磁場去掉 這樣回到狀態2 然後再加磁場 我就到狀態1 我是這樣反覆一直反覆一直反覆 就是反覆都是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對不對 OK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講這個步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今天呢 我從狀態1 跑到狀態2的時候 就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 我已經先把 這樣排起來了 而且呢 我又把 它跟環境做熱接觸 所以我現在溫度 是不是跟環境一樣 對不對 然後呢 我把磁場去掉 然後呢 把它跟環境又不做熱接觸 所以要從1K變成0.5K 那個當下就是從這裡轉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呢 當我要從1K變成0.5K的時候呢 我的代價就是 我的傷變得比較亂的這個狀態 就是上一條線 所以我 但是呢 我得到的是什麼 溫度從T1降到T2去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個步驟當然的步驟 是我剛剛講的 從2K 從2K爬到1K這個時候的狀態 從2K爬到1K這個狀態 做錯了 1K爬到1K的狀態 做錯了 剛剛講的 1K爬到1K的狀態 然後呢 傷 傷維持一樣 對不對 從這裡 爬到這裡 內能維持一樣 這個傷 假設剛剛是 剛剛這樣2.5 對不對 這個是5 那是2.5 這個是5 交了3K 這個是2.5 交了3K 好 從這裡 狀態1 3比較低的 那3比較高的 代價是降溫 從T1降到T2 所以這是一個降溫的過程 一條線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我們順順是怎麼寫 因為 3 1跟3 2兩個是一模一樣的值 對不對 我對過來的3 2是什麼 特定值 對不對 對 X1等X2 那我們把上面這一個 這個 這個積分式呢 就可以拿到這裡 所以 S02加上0 G到T2 加T2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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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3T 就要等於什麼 這邊 我的 這條線呢 它其實是S01 然後 積分式積到 T1 C1 以及T3T 這兩個很相等 那我們把數學式稍微整理一下 把移項過來 我們可以寫成 移項過來 我們現在用2-1 那移項過來 這02一過來就會變負號 就把負號提出去 就是負的 S02-S01 加上這個式子 那呢 一定要堅持這樣寫呢 因為我想要知道 這個差子是多少 所以一定要S02-S01 OK 好 那 你可以看到 這裡頭多花一條線 這裡我們再看 假設我今天 這整個積分式寫成 這個樣子的情況下 如果說 我今天有個點 叫做T1 prime T1 prime T1 prime 那 T1 prime 我也一樣 就走這樣一個降溫過程 也就是從 排列很好的3 變成排列不好的這個3 從這裡去做同樣的降溫動作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裡到這裡 我溫度是在T2 對不對 這裡到這裡 溫度在哪裡 0 0 對不對 可是 你不是說 絕對溫度到不了嗎 對不對 這兩個假設不重合的話 我絕對溫度是這樣子過去 就到得了 了解意思嗎 為什麼能值得他堅持說 我們叠大S 就是S02-S01 它要怎麼樣 大於等於0 對不對 錯了 大於等於0 為什麼 你想想看 如果這兩個疊在一起的時候 我怎麼樣去降溫都會碰到這條線 對 碰到這條線是不是就會擋住了 我就不可能到0了 對不對 這就是能斯特為什麼要這麼講的原因 了解意思嗎 如果這兩線是這樣打開的 我一定可以找到這個點 我可以碰到絕對溫度 溫度就降到啦 對不對 如果這兩線是合在一起的 你怎麼樣走 我都碰不到絕對溫度 就是 我畫一下 兩條線 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走 然後 這樣的降溫 來來回回回回降溫的過程中 我現在溫度在這裡 我先降一個溫度 碰到第二個狀態 好啊 不行對不對 我在這個冷溫的時候呢 加上磁場 我的傷會變低了對不對 就往下走 好 我在想辦法再去 馬上去掉降溫 又碰到了 我又過不去了 我想要穿過去都不行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線 我怎麼走怎麼走怎麼走 怎樣才會走到你 無窮多次 趨近你這個 接點的地方 要無窮多次 無窮多次 好 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樣的意思啦 所以假設這個大語言的話 這個大語言的話 我們剛剛這個式子 顯得這個樣子 顯得這個樣子 那表示怎麼樣 表示我可以找到 我的溫度T2' 溫度T2' 這邊來 那我就可以使得這個值呢 去碰到什麼呢 絕對0度 絕對0度 好 那這樣絕對0度 真的到的了 就完全違背了這個力學 的第三定律 這就不行了 這就不行 好 所以 所以 最後呢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們唯一能夠讓它 合理化的一個情況 這些數字都一樣 這是再講一次啦 唯一合理化的一個情況是 這個都一樣好就好 必須要什麼 S02等S01 S02等S01 唯一要合理情況就是S20 這也要相等 不相等 我就絕對會到了 絕對零度 所以我們來看下面這張圖 真正的在物理上 我們兩個狀態的曲線 到絕對零度的時候 它一定要重合 一定要重合 所以重合表示我的ΔS要等於零 這能是真的跟你講的 能是真的跟你講 ΔS要等於零 那我在降溫的過程中 是走什麼樣的線呢 來看一下 來 這樣走 所以你走到這裡是等溫線 對不對 這邊是等傷線 等溫線等傷線等溫線等傷線 等溫線的意思就是 跟溫度做熱線處 所以溫度就回到什麼 跟原來一樣的1K 然後呢 加磁場 不跟外線熱線處加磁場 它就會怎麼樣 傷就會發生改變 所以我就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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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走走走 走多少是到這個紫啊 無窮多次 所以為什麼我們熱力學說 說一件事情 說這要走無窮多次 也就是說我們優惠 你要到絕對0度 需要無窮多次才能走到絕對0度 反過來一句話就是什麼 我們不可能以有限的程序 達到什麼呢 達到絕對0度 這樣了解嗎 可以嗎 所以你們真的證明就是這樣 這樣講出來的 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 不可能以有限的程序 達到絕對0度 假設你有無窮多的生命 無窮多的時間 你就可以達到絕對0度 OK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們來看看這個熱力學 第三訂閱結果 還有多久 5分鐘 這樣講 我們這個第三個講完了 最後幾張 這邊很簡單 第一個 熱力學第三訂閱結果是怎麼樣 第一個我們來講 體膨脹率 體膨脹率 我們定義貝塔等於1分之1 partial p 這個 constant p 好啦 那我們由 Maxwell Relation 告訴你 我的這一個 貝塔值的後面這一下 可以顯得 負的partial s partial p 在等分的情況下 好啦 這可能是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說我們在絕對雲度的時候 在絕對雲度的時候 我的三叉 我的三叉 我的Change in Entry 我的三叉 是等於0的 也就是說 我當TG0的時候 我的partial s、partial p等於0 是因為 三叉的差就是partial s 所以是 假設不要寫這個partial 寫Delta的話 所以Delta s要等於0 所以是因為Delta s等於0 所以我的partial s、partial p 當然就會等於0 好 因為這個等於0 所以我真的只會等於0 所以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什麼 這個等於0 表示它是一個常數 在TG0度的時候 也就是說呢 我的貝塔值等於0 所以在絕對雲度的時候 我的體同浪系數 是等於0的 也就是說我體積正固定值 就不會膨脹 也會收縮 對吧 因為我的這個值等於0 沒有體同浪系數 因為我的V 加於V10 E加貝塔T 當貝塔等於0的時候 我的V就等於0 就這樣子 OK 所以絕對雲度的時候 體同浪系數等於0 所以體積都不會膨脹 不要弄錯了 不是體積雷靈 而是體同浪系數雷靈 OK 好 再來講到相變 那我們說 我們這個 看到系數看來不斷的equation 可以寫成 比P 比T 就等於DataS去DataV 好 那能生到是我們說 我們DataS要0啊 對不對 所以這已經是不是 這已經是沒0了 所以 假設 假設我們這個地方 如果發生相變的時候呢 如果體積不是為0 相變那樣體積差不是為0的話 那我們就稱它為所謂的一階相變 比如說冰變水 體積會有變化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種DataV不等於0的 我稱之為一階相變 如果體積等於 我在相變的前後 看不出這個體積的這個差異的話 那可能是二階或是更高階的這個相變 這個藍道理就像你理論我們 課本沒有說 不過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反正如果體積發變化 它就是一個一階相變 好 那在 當我們溫度到了絕對零度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說等式的方式 DataS等於0 所以相對說 DataS等於0 也就是這個東西等於0 這個東西等於0 OK 好 那所以呢 在絕對零度的時候呢 這個兩個項的 這個兩項的這個邊界 法則跨圖的時候 PT圖 PT圖 這個樣子 對不對 在絕對零度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斜率 法則斜率 就會趨近於0 其實它就這樣子 這條斜率 切過去 它就趨近於0 趨近於0 OK 好 那趨近於0的時候呢 就是DataS等於0 因爲它BataS等於0 也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呢 我發生相片的時候呢 我是分不出它是1階還是2階 OK 好 那這個斜率呢 這邊掉下來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大概是什麼 跟溫度的性質量成正0 所以你想想看啊 假設我 DataS等於1K的時候呢 這個只是1對不對 0.1K的時候是多少 10的負7次方 對不對 0.0.1K的時候呢 是10的負14次方 所以這條線是 越來越平 因爲 這個微分值是 微分值是 是越小的越平嘛 對不對 所以我1K到1.1K的時候 就差了10的負7次方倍 變得非常非常的平 非常非常的平 所以我的這個相片 如果以後發生相片好 都可以看不去 它就差了0在 好 最後一點點 借我兩分鐘好不好 好 這個比熱龍 比熱龍的定義是講這樣的 CB等比Q 比T 變成T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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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由這裡我們又看到 這個冷機一分 S-S0 可以把它展開成這個樣子 好 那第三天又告訴你說 S-S0要給0啊 我們真的又告訴你這件事情 那如果這樣是什麼意思呢 表示這個等於0 CB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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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讓它 這些東西 激出來都還要等於0 表示什麼 表示什麼 表示我的CB或CBP 沒有TB等於0 CB、CB呢 它就要等於0 你說絕對0的時候 熱龍量全部都變成0了 全會變成0的 所以CB等於0 CB等於0在絕對0的時候 所以在絕對0的時候 很多東西 它不膨脹 它也沒有熱龍 然後相片呢 也分不出它到底是什麼樣的相片 所以在絕對0的時候 很多很神奇的行為 就是它剛剛做的光學祕堂啊 就是那個雷射很雀啊 就是因為它很解禁絕對0度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下個禮拜 新年完之後呢 今天 我們就 教作業 好不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做個複習 那我們是不是下個禮拜來個小考呢 下個禮拜幾年 下個禮拜幾小考 好問題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教完啦 對啊 所以我們下禮拜 下禮拜一是不是 下禮拜九十做業 下禮拜一做複習煎一個小考好不好 可以嗎 好 好 好 然後禮拜四交作業 可以嗎 好 那禮拜十要做 好 禮拜四